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9月的降息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看到这个降息的后续 都跟我们当时预估的差不多 那我们有看到部分 当时配置20年期 美国公债的投资人 他就把资金获利了结 退出这个资金之后要去哪里 还蛮多人来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我们的来宾 富兰克林研究部资深副总经理 罗有美Kony 我们欢迎Kony B粉好 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Kony是我们这个领袭族的最爱的分析师 就是要来告诉我们 你资金从这个20年期公债退出之后 就是获利放口袋 之后的钱要放在哪里继续投资 我们先欢迎Kony 如果我们要解答这个答案 其实可以看的话 我们有整理一张表 其实分成有两个族群 其实这几年市场的主流还是科技 那不过因为科技确实在下半年以来 变得比较震荡之后 还有美国确实已经进入了降息循环 那这几年有没有哪些是长得比较少 但是一样受惠于美国经济趋缓 但是美国确实降息对这些企业也有利的 其实我们发现资金就开始轮动 所以我们先来看就S&P11大产业 大家猜看看 今年以来最强涨最多的产业是哪一个呢 已经不是科技了 已经不是科技 你可以发现长得最多的是公用事业 那确实原本科技通讯 其实一直都是在这几年表现最好的 而且跟我们光看三大指数或四大指数 道琼、S&P、纳斯达克跟费半 其实以往那几年都是费半 S&P纳斯达克涨幅大概是比费半少一点 S&P500涨幅只有纳斯达克的一半 那道琼可能几乎都不动 还在平盘或者是只有S&P的一半 可是你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 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如果来看到就整个 我们把它看成长或价值 其实两个已经相差不多 今年以来S&P的涨幅已经超越了纳斯达克 所以也就是表示不是只有科技涨而已 科技虽然也还不错 但是已经没有全部都在涨 有些有修正 而非科技股包括公用事业 刚刚就轮动上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资金 有没有在移动轮动 第一个投资人可以开始留意的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公用事业 或者是非科技股 可能有一些资金有流去 所以邝你在这边跟你请一下 就是公用事业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 或是整个台湾市场的 这个会做资金配置的 基本上他应该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公用事业 水电瓦斯吗 这个叫做公用事业 还是机场 还是高速公路之类的 在台湾投资人可以接触到的 有两种 一个就是公用事业 比较单纯的 事实上美国公用事业 我们说以电力为主 是美国受规管的这个产业 它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我们说所谓的牛皮股好了 因为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的股息 算是美国十一大产业当中 金融股或公用事业 事实上在美国公用事业 比金融股还更多人在存股 因为美国的公用事业的股息 很稳定 大约又比都大盘高 所以我们就统计 在过去二十年 公用事业的平均股息率 是三点五七 对台湾投资人来说不高 不过在S&P500 因为它的股息率 只有不到两个percent 所以就美国的存股足而言 公用事业 美国的电力公司很好 电永远 不论景气好或不好 都需要用电 所以为什么美国的 电力公用事业的股息 是很稳定 那后来 不过我们要看看 刚刚那一张图 为什么公用事业 今年好 前两年不太好 你必须看2022年 它相对抗跌 它有这个特性 但是2023年 其他的股票 你看科技股都涨了五成 成长股可以涨这么多 但是公用事业类股是跌7% 所以存股足一旦 十年公债殖利率升到 2023年一度升到5% 美国的货币市场 也就是说你躺着 你钱放在银行存款 以美国人而言 这个美国的利息 活存货币市场 就是5%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存股 对不对 股票还要冒震荡的风险 所以美国对于公用事业 为什么前两年 应该说2023年不好 最大的原因就是 美国的无风险利率 美国的定存 美国的货币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都跟投资人说 你不想冒风险的话 买美元短票就好了 美元的短票 货币市场 每个月配息 那你又不用被绑在里面 但是它就是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 所以但是这个状况 现在开始改变了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钱 可能从货币市场 有一些人是提早布局 否则现在美国还没有 美国如果慢慢降息的话 美国的短票 货币市场利率 还是可以拿4% 所以但是对于有一些人 他可能不是完全为了领袭 他觉得不错 为什么钱会到 这个公用事业 我们刚刚说有一些钱 从美国人的短票过来 有一些从科技获利了结 过来的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 公用事业有什么样的特性 事实上公用事业是美国人的 这个存股标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股利率 就过去20年平均 公用事业有3.5% S&P500大的平均股利率 是不到2% 所以对于美国人而言 你说长期握着股票 存股足 其实就产业来看 公用事业是美国人的存股标的 那美国的公用事业是什么 就是一个电力公司 那电力公司是不论景气好或不好 它就是我们说有点牛皮吧 但是不论景气好或不好 它的获利是稳定的 所以它可以有稳定的现金股息 所以这是一个它的特性 所以这也是配合 为什么今年有一些资金开始流入 因为它在过去两年 表现不是太好 应该是过去2023年 对于公用事业最不利的因素 已经过去 因为2023年那时候 联准会大幅升息之后 十年工在殖利率 其实有将近到5% 然后另外在货币市场 也就是我们说不用冒任何风险 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 我们说美元短票 就是已经有5个percent的话 那其实这些人就不会去存股了 因为毕竟股票 还是有一些股票的风险 所以2023年可以看到股市 尤其科技股成长股 这边涨了五成 那但是在公用事业 反而是逆势下跌7%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 它也是有一些利空出境 反弹的资金开始流入 毕竟景气 其实科技股涨得比较多 有些获利的了结的资金 有来到公用事业 那另外一个是科技股的震荡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有些资金 从科技股获利了结部分 来到公用事业 除了刚刚说的前2023年 它其实是相对逆势下跌 其实它被低估了 另外一个是 它本身跟科技就有相关性比较低 甚至有一点逆向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从过去 不论从2000到2002年那时候 股市大跌 或者是2008年海啸的时候 2018年贸易战 S&P500其实都跌了三成的时候 其实公共事业都相对跌幅比较少 甚至2018年它是逆势上涨 因为它是内需 你打贸易战 还海外的这些利空 其实对于公共事业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这一波 这两个因素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就是在接下来 可能美国的降息 对于公共事业 它的股息又重新吸引人了 因为以十年公债殖利率 现在又降到3.6% 所以美国的公共事业类股的股息 也3.5% 所以重新 没有差 可能就又会回到 可以存公共事业 因为它之前股票也没怎么涨 那股息又已经跟十年公债利率差不多 那再加上 如果你是担心 接下来选举或选后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对于出口或贸易 壁垒的这种争端 会影响到相关的股票的话 那公共事业在8月初 同样展现了 是所有产业当中最抗跌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今年只要科技证证 其实今年来 为什么11大产业当中 我们看到S&P500 11大产业 反而是公共事业是今年表现最突出的 这是这个因素 那第二个资金还跑去哪里呢 其实我们除了刚刚看到 在这个表下面一点 其实债券市场也是另外一个 利空出尽的资产类别 因为可以看到在2022、2023 其实2022其实开始升息之后 对债券其实股债都不利 不过2023年股市当然有很不错的反弹 但是在债券市场 其实有一些开始出现了反弹 但是表现只是很温和 所以接下来这一波 如果你是在10年公债殖利率 可能有4.7以上买的 其实恭喜你这一波 殖利率回到3.6的话 你真的有赚到资本利得 那所以很重要的 你也是学到一件事情 是投资债券如果想要赚资本利得 不是看年准会什么时候降息 而是看10年公债殖利率的高低点来操作 这是一件事情 那所以接下来你到底 如果你已经赚到资本利得 你其实确实有想该怎么样调整布局 那你确实可以考虑其他会联动的股票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 并不是所有投资债券的人都是要赚资本利得 我们之前都说 其实你还是要回到 当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 投资债券其实为了稳定的利息 那它的波动也开始会比较正常 就是比股票来的低 这也是回到说它本身的资产特性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获得比较长期债券 稳定的配息的话 确实就因为资本利的空间也没那么大了 我们现在看起来 所以你其实也不一定要非常长天期的 所以这一波我们认为 如果你是买长天期的 在这一波资本利得有实现 其实你应该做一些调解 毕竟如果来看10年或20年以上的美国公债的话 你必须考量的因素 其实对 你就要美国到底它现在的财政赤字 它的债务真的已经占GDP的 已经预估160%可能会债往180% 所以这个未来对于真的在美国的发债 或者是其实这个如果 尤其是你如果是买20年的公债ETF 它是永远不会到期的 它是永远都是20年 所以你要确定你是赚资本利得 还是你是为了长期赚利息的 然后来作为你到底是可以继续持有 还是要做调整 那我们现在比较建议的是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领袭 那你是为了波动要低一点 那你确实应该还是选择留在债券 那资本利得空间不大的话 我们会建议确实 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10年公债值率 其实应该在4%左右 因为我们上一集也跟大家分享过 以美国不陷入衰退 然后通膨在2%到2.5% 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10年公债值率 应该不移低于3.5%以下 因为那表示经济要下修的预期非常的大 那股市当然也会比较大的震荡 如果那种情境 你可能在债券的布局要再拉更高 那否则以目前以经济软着陆 美国是温和降息的话 在债券适合领席 然后的策略 我们建议其实是美国的非投资等级债 或美国的复合债 也就是说期间大概5年到7年左右 而且经济人可以帮你翘 那在利息合理的值利率的水准 大概就是7到9% 应该就是一个适合领席组 可以考虑的标的 所以宽妮今天很有趣 你告诉我们这个领席骨 还有这个我们很重要的是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 公用事业我怎么样让我们的听众可以理解 原来其实它就是我们的高股息 什么ETF类似的东西 所以美国人他们其实也是很爱领席的 他们也知道说 如果今天我定存它是超过5% 我其实与其在股票里面杀来杀去 可能有一些资本利得 其实你还有更好的方式是比较便宜的 比如说公用事业去年是跌7% 那如果你真的有剩余资金 你就用便宜买进来 然后今年就已经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然后又有息就配息的这个部分 所以难怪Conny就说 我们应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资金 这个到底法人资金流到哪里去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海外 他们怎么样理解 这个整个资金轮动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可以再补充一下 我们看到跟美元 你可以发现 其实接下来到底美国温和降起之后 美元到底该扁 或者是它该扁很多吗 那这个我比较初步 我们是认为应该还是以你投资的资产 本身的增值跟配息为主 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股票跟债券 其实都还有不错的一个表现空间 那美元能够贬值的幅度 我们认为应该都是小于 刚刚说的债券的利息 或者是在股票的潜在的一个增值机会 所以当然要看投资者 你本身着重的是哪一个部分 通常我们汇率都是建议是分散 而不是因为汇率可以赚的 除非真的是像八月这一段日币的一次反应 否则大部分以美元而言 我们觉得都是比较温和的表现 除非你看2022年 当全球市场是股市都下跌 美元才有大幅升值7% 但是2023已经开始预期美国应该要降息 跟到今年以来 美元事实上是缓贬的 是已经有在稍微这样反应 所以我们要提的是 即使美元有稍微贬值的空间 我们认为那一个应该是可以 透过投资人增加美元以外的资产布局的方式来分散 那就美国或者是公用事业 我们认为美元资产在投资上面 仍然是蛮重要的一个投资工具 尤其从2023跟2024的经验 美元如果是小幅贬值呢 5%以内通常对于全球股市 包括美国以外的股市表现其实通常是不错 就是加分的 对 就是美国经济 不会是只有美国好 大家都不好 美国稍微温一点 反而资金会去到海外的地方 或其他类股的轮动 其实反而都出现了有更多投资机会 难怪最近我们整个新闻的重点 都会在美元指数会不会破100 一破100之后又会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像过去 我们知道2023和2024 它沉溺到116 我们就觉得这实在太热了 所以就会让全世界都在 好像都在帮美国政府赚钱 对不对 所以美元太热是 原来Cone您讲就是对大部分的 其他的市场都是不利的 所以它温和一点不要那么热 然后可是它又没有所谓的硬着落 或是经济衰退的疑虑 这样大家才能共好 这件事很重要 那我刚其实这还蛮惊讶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说 公用事业它可以在 这个我们都有把焦点放在科技股 半导体产业的这一段时间 它已经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那可是因为毕竟大家还是不太认识 这个公用事业 比如说特别是台湾 那为什么美国人会把这个当作一个 这个领袭的这个 就是存袭配袭的这种 这种必要的部位 它没有任何风险吗 它其实有 我们说它原本的特性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几年 它相对涨幅落后 然后它再来利空出境 就是美国降息之后 让它的股息殖利率 跟它的股息率变得更吸引人 这是原本 它大概在企业获利 就是长年大约就是7个percent 到9个percent左右的企业获利成长 所以你当市场 科技股都可以给你 几十percent以上的获利成长的时候 也看不起它 对 就是它就是个牛皮 它就很稳定 所以当经济很好的时候 它不太起眼 但是现在两个新的议题 对于公用事业为什么受到市场的瞩目 就是第一个是美国景气没那么好 现在市场就是在反映 哇 美国经济目标是软着陆 但是确实美国经济在往下修的话 带动整个企业获利 变得温和的时候 那公用事业的7到9percent也没有太差 这是第一个 甚至公用事业因为它极其低 在今年第一季的企业获利 它有22%的成长 是11大产业当中获利最强的 所以这是再来就是 它是一个利空出境 跟企业获利改善的 这个转折开始发生 第二个 确实它也受惠AI科技 因为新的题材就是 在公用事业 我们说全球因为AI半导体的需求之后 大家想到的下一个问题都是 那缺电 电力不足 美国一样有这个问题 而且你的电 必须又是比较往捷径能源来走的话 那更缺或不稳定 那美国其实在太阳能方面都是 其实它本来就有 但是它是不稳定 攻击也没有办法24小时 所以其实很多的部分的这种捷径能源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美国其实现在确实已经在推的 小型的核能发电 那所以这个部分它可以解决 它又比较符合干净能源 那另外就是它24小时稳定的供电 那美国面对这种缺电的问题 又要符合比较ESG区向 能源转型的话 就有一些电力的公用事业 不论之前有受到政府的补贴 另外也就是开始有科技公司 跟他们开始签约 长期的约是可以稳定供电 尤其这些有一些电力的公用事业 开始分拆它的能源 核能发电的单位 哇这个股票今年来表现非常的亮丽 所以这个是一个公用事业 也沾上了科技转型 能源转型的这个题材 确实也变成实质的利多 是对于它的企业获利 可能未来我们就有看到原本的预估 它的企业获利就是7到9%的稳定成长 但是现在很多券商已经开始预估 另外一条假设在未来的电力需求 因为大家竟然买了这么多的晶片 各个企业也开始去研发 你的这些新的应用的话 那这些运算需要的用电量 还会有倍数的成长的话 那这些公用事业未来的订单 一定发电 这些一样是产能是饱和的 所以这一块如果把用电量的需求 对于电力公用事业获利的增加 那这个就有机会让它的获利成长 是11到13个percent以上 就是不像以前的牛皮 它只是一个温和的获利成长 所以这个契机也是现在正在发生当中 如果这个用电量还能比预期来的更高 它就是一个会让股价优先提早反应 然后它确实会在这一波就搭上了整个 所谓的AI题材的扩散效应 就不止AI题材涨的只有半导体股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密切在看 美国的市场的发展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AI扩散效应 有可能也会复制到其他的市场 理解 所以这难怪一开始 这个Cony就跟我们说 这个公用事业这四个字 简单说就是水电瓦斯 可是最重要的是电的部分 那如果要谈水更多 然后更不用说这些能源的部分 所以很谢谢Cony 跟我们今天在解释这件事 而且让大家理解这个债息 就是我们现在是领债息 还是领股息 然后我们这个资金如果我们退出 那我法人其实已经开始在做流 这整个的资金的滚动 那滚动的过程他们怎么滚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们要重新学习 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个降息 降息就是降嘛 对不对 而且是缓和的降 那也不会可能 也不可能到零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不可能回到一个零利率的 一个市场的过程 那这过程里面整个资金 在不同的部位 它反映出来的这件事情 就是Cony在我们节目跟大家提醒 那我觉得Cony因为一直很希望 大家从教育的过程理解这个资产配置 这件事情我是最谢谢Cony 然后我们也看到富兰克林投顾 真的是一个国际跨国的公司 你们会从美国看全市场 那这件事情我们站在台湾 其实也是看到一小小的部分 所以Cony最后的部分 我们今天学到一个 就是说领袭族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帮大家提醒 因为这真的是我们听众最爱的吧 我相信 我一直我们扮演的角色 就是希望在市场转折的时候 要提醒投资人 那因为过去从大家回想在2008年 那时候开始有QE 开始零利率 然后负利率 那一段时间开始出现了存股这个风潮 也就是因为钱放在银行是没有利息 会被通膨吃掉 所以你必须把它拿来 尤其股票市场有股息 那这个十几年之后 这件事情在联准会2022 2023降息之后 你要重新去定位资产本身的特质 股票是赚资本利得 债券是赚利息 因为之前在零利率的时代 就会变成你可能买股票 要资本利得也要赚每个月的配息 其实它不符合这个资产的特性 那其实市场终会回归到原本资产的特性的 那债券其实因为经历了很不利的高通膨 大幅升息会让 为什么债券也会赔钱 那不是债券应该到期还本吗 那这些其实已经经过了这个 大幅的2022 2023的整理之后 你可以发现2024其实市场开始 已经慢慢回归到本身资产的特性 所以已经可以开始在讲到说 我们投资组合应该有股有债 那债券的波动是小于股票 那债券真的是可以提供投资人 一个退休族5年10年长期的 这个稳定的利息来源 应该从债券来诉求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提醒投资人 重新检视一下 你可能有一些以前都可以成功的案例 或投资方式 我们今天也用美国市场的轮动 开始跟投资人讲说 确实从原本利率低的时候 存股公用事业 可是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拉高 跟美国的债券利息 可以有4%以上5%的时候 其实资金也是会去买债的 但是现在回归到比较平稳的环境的话 投资人就都要有 就是你可能有哪些是货币市场 美国短票 然后接下来有一些是债券 是让你有固定收入的 接下来你再去看成长的科技 以及价值型 有没有一些低估的 同样受惠于美国降息 美国经济温和的价值型 可以有补涨的 其实我们看应该还有一些还没有动 但是就是要看时机 那这个未来我们都会持续帮大家关注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回到资产配置 股债 尤其成长价值 多元的资产配置 接下来应该才是让你资产稳定 蛮重要的一个不二法门 谢谢Cony 最后我们今天很谢谢我们的来宾 就是富兰克林投股的 我们的资深副总经理 那Cony呢 做了非常长期的研究 我今天跟大家这样的分享 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 能够得到很大的收益 那资产观车站的听众朋友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嗯 pleasu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